流滑梯 大沙坑攀爬用繩索 還有隧道 這裡是台南人的運動公園 金費一千兩百四十萬元 三號啟用 五號關閉 只有短短兩天都是因為 有民眾PO出照片 小朋友剪刀疑似美工刀刀片 甚至還有尖銳的鏽石鐵片 以及外型類似的貝殼碎片嗎 太沒有風格心了 為什麼會有那種東西在紮燈裡面 我們特地從高雄來玩 被圍起來還滿失落的 民眾帶孩子來新公園 卻撲空很失望 去公所拉上封鎖線後 開始全面清查 發現還有繩索被拉斷 塑膠皮被撕破 破壞力驚人 沙的部分來重新幫他過篩 近期將找來挖賭機 重新開挖 篩過沙子 以免發生危險 預計八號年假第一天開放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 在屏東萬丹公園的沙坑 小朋友腳踢板血流不止 傷口清楚可見 家長看到立刻送到醫院 清窗縫合 小朋友痛到挖挖打叫 怎麼沙坑會有尖銳物 玩的時候去看有沒有 手好不乾淨的東西 定期清理我覺得是滿重要的 家長事後碰文說 向相公所反映 竟然說不歸他們管 那他該問誰呢 很生氣又很心疼 覺得被踢劈球 求助無門 只好向明代陳情 他也承諾說 要來注重這邊的安全 疑問才知道公園 是體育發展中心管理 已經前往畏畏受傷小孩 未來也會加強人力 更頻繁定期維護 以免再有小孩子受傷流血 記者 賴關章 張創王書宏 台南屏東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